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教育视频 我是老师 今天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四年级的设计与工艺第73页 电脑程序在日用戏剧里的用途 好,那我们还没开始之前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什么呢?叫做电脑程序 那其实电脑程序 因为它是华文字 所以可能你们觉得比较陌生 但是如果我用这个英文字 computer program 可能你们就会感觉到比较熟悉啦 相信你们都知道 computer program的意思就是 你把这个程序 应用在电脑里面的 需要用电脑去编它的那个程序 它才能够发挥用途的 这就是电脑程序啦 在这边他举出了一个例子 多功能电饭包 应用电脑程序 控制时间的长短和温度来执行各种烹饪法 那么这个多功能电饭包呢 它就不是普通的电饭包 它不单只是可以包饭 它可能还可以用来包糖 或者是可以拿来烧菜 因为它有这些电脑程序在里面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哦 你知道吗 最先把自动电饭包 推出市场的是 日本的东芝公司 那这个日本东芝公司呢 它的英文名叫做Toshiba 就是这个Toshiba的电器公司呢 把这个自动电饭包 推出市场来卖的 它是第一个啦 那除了这个电饭包之外 我们的身边还有什么 日用器具里面 是有使用到电脑程序的呢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哦 这一个相信大家就非常的不陌生啦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电脑 你可以在这个电脑里面 看到有很多小小个的这一些 这些小小个的哦 然后还有这一个也是大大个的 这一种其实都是电脑程序来的啊 这些是最普遍的啦 我们可以在电脑里面看到电脑程序 那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除了电脑之外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到电脑程序呢 好这一边还有一个 就是这一个啦 你们叫Nintendo Switch对吗 好这个就是我们称掌上游戏机啦 除了这个Nintendo Switch之外呢 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牌子的掌上游戏机 它的概念都是一样啦 必须用电脑编了程序之后 它才能够执行任务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这一个也是十项最流行的 它叫做智能手表 这个智能手表呢 也是一样 它用电脑编写了程序之后 它可以执行一系列的任务 譬如说可以量你的血压啊 还有量你的血羊啊 你进行运动的时候 要计算卡路里 也是可以的 好下一个 这一个呢 这个是什么呢 虽然我们叫做洗衣机啊 但是其实它是智能洗衣机来的 为什么说它智能洗衣机呢 因为它不单只是可以洗衣对吗 它可能可以决定 那个洗衣服的时候需要用到多少的温度 然后要用多久的时间把衣服洗干净 然后它需要多少的时间去把那一个衣服给打干 你可以在这边看到有很多小小的按钮 那么这些按钮呢 就可以输入那个程序 让你的洗衣机决定它要怎样去清洗那个衣服 好 最后就是这一个了 好 这一个呢 呃 今年的华文课好像也是有讲到哈 它是叫做3D打印机 好 我们都知道打印机就是printer 那printer呢 就是把那个墨字 把那些字体和图画打印在纸上面的 这个3D打印机呢 就是可以把一个实体经过电脑编写程序之后 把它给打印出来 就变成一个3D的产品 好 这些都是课本上举出的一些日用品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电脑程序在里面的 好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哦 学生分组讨论电脑程序如何操作以上的设备和器具 好 这一些你们都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和老师分享一下 到底电脑程序是如何操作这一些日用器具的 好 同学们 我们继续啊 请大家翻开第74页 那老师现在要和大家分享的叫做算法 它的英文叫做algorithm 算法是一系列解决问题 或者是执行某种任务的步骤 其实这样子讲呢 是很笼统的 你们也会比较难了解 老师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是机器人 OK 你是一个机器人 老师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就是洗笑鞋 那我就要用最简单的方法让你明白洗这个笑鞋它有什么步骤 OK 所以就会让你看第一个图 这个是什么图呢 然后我给你一个第一个任务 把笑鞋浸湿 就是把那个笑鞋放进盆里面把它浸湿 然后呢 我再输入第二个指令 我再输入第二个指令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用软毛的刷子沾上肥皂水刷洗鞋子 这个就是你的第二个任务啊 然后再来第三 我要你做这一个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鞋子已经用肥皂水刷洗过了 你就必须要把肥皂水给洗干净对不对 所以我就要输入第三个任务 就是漂洗干净 简单来说 漂洗干净就是给你一个盆里面输入干净的水 然后把鞋子给洗干净 然后最后我要你做的是这一件事情 好 那这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把笑鞋晾干 那么你身为一个机器人 收到了这个简单的任务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一系列的东西都做完 就是把一个肥皂的笑鞋洗干净 那么编写算法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事项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熟悉的语言 我必须用你明白的语言 去编写这个算法 接下来就是以句要清晰 就是要很简单 然后很直接告诉你 你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最后呢就是容易理解 如果我说你把那个鞋子晾干 我就是告诉你把笑鞋晾干 你就知道要把笑鞋晾干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去让你理解你的任务是什么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分享 今天的功课了 这个就是你们今天的功课 引导学生编写一个组碑面的算法 那简单来说就是 你今天的功课要编写一个 如何组碑面的算法给我 第二就是要提醒你们 必须清楚地描述每一个步骤 所以你要知道 你每一个步骤是怎样做的 好 同学们 老师在网路上找了一下 没有找到杯面的步骤 但是找到了一个类似的 它就是煮泡面的步骤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如何编写煮泡面的算法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图 那这一个图呢 是要做些什么呢 往锅里倒两杯水 开大火把水烧开 好 这个就是第一个步骤 要记住你是机器人 这个是我输入给你的指令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步骤 就是这一个图了 就是我要你做这件事情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步骤呢 将调味包倒进水里搅匀 所以你要把那个调味包倒进水里面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步骤 就是这一个 我要你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第三个步骤就是 用筷子将泡面摁到热汤里 所以你要用筷子把那个泡面摁到热汤里面 让它泡软 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 我要你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一个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 将煮好的泡面倒进碗里 好 那就这样你就把整个泡面的步骤 输入给了那一个机器人 然后他就会把那个面煮给你了 好 那你们今天的任务呢 就是要编写一个煮泡面的步骤 然后你们可以把写完的功课 通过WhatsApp交给老师 好 那今天的教学视频就到这一边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